然后按照说明书上的要求 把电源线接上电源 这根绿黄线是零线 另外三根是电源 当我们电源线接好以后 我们要开始接水管 首先接上水管 然后打开开关 这个开关一般第一次使用的时候 开70%左右 然后接上蒸馏水放水管 接着接上沸水管 这三根水管在我们出厂的时候 厂里只配了一根蒸馏水管 另外两根水管要用我自己配的 当我们水管通通接好以后 然后打开水源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进水口要对着杯子里面的远骨中心 让它进水 接着打开电源 加水 加水以后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缺水灯 红灯亮着 并由音乐放出 表示桶内缺水 现在真的加水 等水加满以后 它那个加热灯会自动跳出 好 现在水加满了 加热灯开始跳出 我们这时可以把水源关掉 经过十分钟加热以后 这时我们可以看到 加水壳这里由水气开始冒出 这时我们就可以把水源打开 调节的水流以杯中水流 或往外沸腾为主 当我们把这个水压调到最合理的范围的时候 这时我们就可以看到 蒸馏水已经开始产出 蒸馏水一般产出的温度为40度左右 我们的手也可以基本上可以摸上去的 然后沸水呢 出来的温度大约在5到60度 这是最理想 整个操作过程基本就这样 当我们蒸馏水收集到自己所需要的 容量以后我们就可以停止操作 停止操作前首先把电源关掉 然后等个几分钟以后再把那个水关掉 写人能播放到5月3日的水分里面 我是一个手机内的水分已吃 不需要再加水分 然后再加水分 再加水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